8月9日,孟美琪和吴轩一所属的乐华娱乐以及张子宁所在的卖乐娱乐同时发表声明,表示这三位艺人将同时退出火箭少女101组合。 该文中表示说,很感谢这个夏天中的这一期节目,让很多的观众能够认识他们,让他们的才能能够在大众面前得到展示,对此所有的人都是心怀感恩的。 但是作为一个专业的经纪公司,我们更加重视的是艺人本身,他们三位作为公司的艺人,一路上的不容易和辛苦,我们都是看在眼里的,所以说他们的坚强我们也很珍惜。 本身与周天娱乐合作的意图,就是能够通过两者共同的努力,让这些艺人能够有更好的发展,希望艺人能够在这个过程中得到锻炼和提高,但是在合作的整个过程中,我们发现出现了一些不合理的问题,导致了这些艺人每天都超负荷工作,身体已经承担不起。 在这样生活作息,完全没有规律的情况下,我们觉得已经有必要提出解约法。 艺人们在这种高强度的训练下,导致没有办法及时的就医,长时间都要忍受病痛的折磨,即使知道要履行合约的重要性,但是本着为艺人身心健康,考虑的方便出发,还是决定提出解约,希望大家能够理解。 大家都知道这个夏天有一档非常火爆的节目,为期三个月的时长,我们一起见证了101位少女的努力。 在这段时间里,这101位少女敢于为了自己的梦想奋斗,哭哭笑笑的三个月时间里过得非常丰富。 101位女孩表示,说,这是她们人生中一次宝贵的经历,当然既然是比赛就有输赢。 在101位女孩中最终,有11位女孩更加的受欢迎,所以顺利的成团,组成了以梦美七位队长的火箭少女101组合。 出到至今,这11位女孩一直都非常的努力,之所以小编说,她们努力,是因为无论是什么活动我们大家都能看到她们的身影, 她们这段时间里活跃得非常的频繁,但由此带来的背后肯定是付出了我们难以想象的汗水。 各位少女们每次都是精神饱满的状态,来迎接她们的每一次任务,积极地做着互动,而且从刚刚的有些许紧张和无措,到现在开始, 渐渐地收放自如,我们能够看到她们的成长。 所以说,即使现在有人要离开了,我们依然不会忘记这个夏季的这个符合。 不过,可网友们似乎有话说,表示道,天哪,只有我觉得不负责退团这个事情,在参赛前就早规划好了吧。 连主委都退团了,让其他妹妹们怎么办,与这场比赛有关的所有大佬们。